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全新上市的 双头四吨冷压端子机带单头穿热搜管的一个机器 那我们这个机器速度是多少呢? 现在的速度是1700左右 小时 对的,但是还要根据客户的线材 分子的样式来决定它这个速度的 OK,那我们这边的话是连带的冷压端子 那这边的话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机板端子 也有人可能会叫它说鲨鱼齿,反正是叫齿形的 那这边其实穿了一个这种热搜管 它的一个作用是跟这边的冷压端子的塑胶防御绝缘是一样的 是的,它这个就是来绝缘的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这台机为什么选择连带 是不是因为如果因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因为它这个是连带端子的话 它里面它是有一个收口的一个作用,喇叭口的 所以它的那个铜丝不容易把那个反丝有露铜丝露在外面 这是连带端子更好的一个地方 如果用散装端子的话可能它的一个 它在它里面的构造就没有这样的喇叭口收口 所以它那个铜丝稍微会更容易露出在外面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机器的一个动作 来用减动来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怎么样工作的 那首先来看一下这边 铜丝这边的话有看到的话 其实我们这一块这一部分装置叫什么 整直架 整直架 对的 就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线一卷一卷的放在地上 它会弯弯曲曲对吧 对的 那通过这个整直架它的线就能保持很直 是的是的 那我有看到这个就是有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送线装置 送线装置跟别人家好像不太一样 对的,它的这个送线装置的话 整体来说的话送线包括剥皮线往后拉的时候都会比较稳定一些 就是它有一个是有看到这有个滑轨对吗 所以它可以前后动吗 对的,它可以前后 尤其是在前端打断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冷压段子的时候 它可以 它是从上面压下去压不到的 它必须是穿的 它必须说是需要往后走一点然后再往前走 它就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OK 那我们有看到的话就说 我们来示范一下 就是它是这样子摆过来这样子穿对吧 是的 穿到这个洞里对不对 对的 那而且的话有看到我们这个端子机的话 这个你看这里是四伏电机 为什么我们要用四伏电机呢 因为它这个冷压的话需要的压力比较大 而且的话它需要就是说是半压 需要半压来固定这个端子 而且现在的话这个线的话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硬的 线的线径和这个孔的孔径基本上来说是大小差不多的 所以说需要这个半压来固定这个端子 穿的时候它就不会说是把这个端子给带进去 那我们来用点洞来示范一下我们机器的一个整个工作的工序 好的 你看现在的话就是半压来固定这个端子 OK 半压就是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压扁一点点然后固定到 给它 OK那压扁一点就因为它口子会更宽 我的心会更好往里面收对不对 是一个原因 那而且还有就是还是说固定作用 固定端子运用 防止端子来回乱动 就会这个穿的话就会不不稳定 好的 那这个端子的压力是多少端子机 端子机的是四根的端子机 四根的四伏端子机 所以有说四伏能做到这个半压 现在这个状态就叫半压有点压扁一点点对吧 是的 如果就是说普通的这种我们普通那个端子机叫 上面是一个普通的电机是吧 对对对 它普通的话是变频器来控制它的运转的话 它就做不到半压这个状态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动作 它现在是一个气缸 把这个线给往下压点的话 刚好就对到喇叭口 一下子就被穿进去了 像现在的话它穿进去的话 它就不会说是把这个端子给穿进去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 那下一个动作是不是是剥皮裁断吗 对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一边算头部对不对 对对 OK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这里有两个刀片对吗 在这个位置 是的 它这主要就是裁断和剥皮 OK 尾部的裁断剥皮 来我们看一下 那裁断剥皮到了现在这里的话就是穿热缩管 是的是的 那穿热缩管的话它的热缩管的一个直径有没有什么要求 热缩管的直径 热缩管的内孔 内孔 内孔肯定是要大于线 大于线 就是一个毫米左右 OK那现在就是穿热缩管 现在热缩管穿到了中间这个位置 那这个夹子起到了一个定位的作用 这个热缩管在这个时候它是不会移动的对吧 对的对的 好那现在是尾部压这个基板端子 好现在已经完成了压接 那到最后一步 到最倒数第二步的话就是要移动这个热缩管 到这个基板端子这个位置对吧 对的 到后面就是拉这个热缩管 拉这个线 让这个基本端子 到这个热缩管这个边上 刚好就是把这个露出来的端子给盖住 OK但是我有看到的话 比如说像这里 这里这个叫什么 这里是压力检测的一个传感器 因为我们这一台机器客户是要求安装 加装了一个锁路的压力传感器 压力检测的 是的 锁路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平台 那通过检测的话 它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压接的这个利益是吗 是否合适 如果像现在一样的话 如果它一根铜丝或者缺一根铜丝 或者有飞丝这种状况 压的话它都会感应到 然后传输给这个显示屏 然后从它传输到机器 如果出问题的话 就会整台机器的话都会停下来的 都会报警 对的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多做 好 现在是拉线 这个夹子拉线 那保证了这个热缩管在机板端子的那个位置 那接下来就是烤 那这里呢 我们烤热缩管呢 也是用一个环形的一个烘烤装置 这样子是更保证我们这个瘦肉会更均匀是吧 是的 我们机器的一个速度 它是取决于我们的线材的粗细 那还有我们这个热缩管 热缩管的它的一个壁后 对的 OK 所以说这个360度环形的话 它只要它烤的够均匀 玩的速度又够快 那能提升我们机器的整体速度 是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完成的几个成品 OK 这是我们完成的一个成品 那这款线的话是非常粗的 对的 一个线 非常粗 而且比较相对的时候不会比较硬的一种线 对 是的 那我们这一个机器的是我们第一家去做这样的一个机器 那我们的一个电箱呢 还有裤子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电箱部分 好 这里呢 是两个四伏电机 两个四伏电机是1500W的 1500W的 这个是两个四伏电机的驱动 来控制我们的端子机 那剩下有12个布进电机 12个布进电机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独家 独家研发的这个控制系统 是使用的是进口的一个芯片 所以我们能保证呢 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控制系统三年保修对吧 对的三年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说因为同行一般都是一年保修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年的陈地 所以我们改于这样的一个保障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机箱背部 我们机箱背部因为它是有两边的薄皮 所以它的话是会有配到两个胶口是吧 是的 那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胶口 这个胶口是放在这个位置吗 这样子放对吧 是的 那因为我们这台是新机器 那我们也看一下我们随机赠送的像扳手 这个是六角扳手 那还有就是胶轮 还有刀片 导管 导线管都是有送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调压电源 用来调节发热圈的温度 刚烤热缩管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 那这里是储气管 是的 一个5升的储气管 它就是用整台机器的气压 嗯 还有这里是压力阀 对对 控制压力的一个耳机阀 OK 那这个布袋子是干嘛用的 它这个布袋就是装这个废料 胶皮的废料 对对对 还有包括这个端子的这个废料 就像这个 像这个胶筒 我们就砍这种端子的这种废料 是的 OK好 那其实我们整台机器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散热风扇 它就是为了防止说是这个定基过热 从而导致它寿命减少 那我们有看到的话 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 一个滑轨滋感 我们的滑轨和丝感是什么品牌的 这里 我们的滑轨都是 上银 对 而且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做了很多年代 是很知名的一个品牌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没有这个是废纸回收器 那这边的话是端子盘 那比如说我现在压机的是这个雷压端子 那比如说我要换成普通的这种连带端子也是可以的 对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像这里的话我们自己是一个报警单 如果机器有异常它都是有不同颜色的一个显示对吗 对 正常运行的话就是绿色 然后报警的话它就会变成红色 好 正常情的话就是黄色 好的 谢谢